当你在停车场或者小路连接主导交汇处的时候 如果车辆附近有障碍物阻挡你的视线 令你很难注意到有没有其他车在左右两边银近 你就可以使用全景画面功能 协助你观察车头左右两方的情况 在倒车的时候 于iDrive画面上面按全景画面 画面上面就会显示车辆后方的180度影像 方便你观察后方的横向来车 如果车上配备Parking Assistant Plus 车上就会增设前方的全景画面功能 在D-Ball的情况之下 按下拍车感应器按键 再按全景画面 画面上面就会显示车辆前方的180度影像 点击